政府将拨款200万元通过新成立的迈向零废气津贴 资助个人组织和企业推出项目 鼓励人们正确的再循环垃圾减少废弃物 来看记者徐永森的报道 圣科环卫位位于大市的物料回收设施 过去一年每天平均收到约60吨的废弃物 设施收到的废弃物平均每年增加一成 虽然废弃物都来自回收箱 但估计近一半的物品无法再循环 这个设施每小时可处理约7吨的废弃物 不过当中也有包括一些无法再循环的物品 例如鞋子和食物等 这里的20多名员工就会进行人工分类 抽出可再循环的水瓶和纸张等 无法再循环的物品则会被送到焚化厂 我们说到不可以再循环的东西都是一些过期的食物 有些水罐里面还有一些液体的东西没完全倒掉 包括一些枕头被单 床乳这些东西 环境籍水人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 许莲逊博士走访设施时表示 人们需掌握正确的回收方法 政府也将拨款200万元通过迈向零废气津贴 推动零废气项目减少和再循环食物垃圾 产品包装和电子垃圾 当局希望这些项目能提高人们的意识 建立起减少再利用和再循环物品的文化 希望这能帮助节约资源 从而延长十码高垃圾埋制厂的使用寿命 有兴趣发起项目的个人组织和企业 可从下个月1号起向环境局申请津贴 新传媒新闻记者徐永生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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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